各位國際的粉絲大家好 今天我們要為大家介紹秋冬款裡面 我們比較特殊的設計 就是採用不對稱設計的兩款衣服 那我們就可以先由右手邊這件開始看起 這件它的不對稱剪台是 你可以看到我們這邊有一個 做一個很大的波浪狀 那中間我們是以蝴蝶結的剪台 就像是一個禮物般的效果在前中心這樣子 那你穿這件的時候 其實你整個造型出去是比較亮眼的 那如果覺得你這樣覺得 這個顏色很單調的話 其實我建議可以在這邊搭一個 比較亮的鑽飾或是配飾 然後下面搭一個比較沉穩的 那個內達褲啊或是褲襪 搭上雪褲其實這樣都還蠻好看的 那除了裝紅色 因為這顏色是裝紅色以外 我們還有出了一個深藍色 那你可以看到側邊啊 我們的側邊的緊接 我們都是採用包邊的設計 那你穿起來的時候 看起來就會比較有質感 那除了深藍色以外啊 我們還有就是紫色系 就是這一款我們有三個顏色 可以讓你去在秋冬裡面 除了黑色以外 還有其他顏色的挑選這樣子 那接下來我們看到這一件啊 這一件的感覺 就跟剛剛那一件比較不一樣 這一件就是採用斜尖式的設計 那你可以看到它的領口比較大 其實你穿的時候 其實你也可以再把它拉 就是像不對稱那樣露出半尖這樣子 這樣穿起來就還蠻性感的 那像側邊的部分這邊啊 我們有做那個小鑽石 那像上面的竹竹都是採用凹凸面的設計 你穿起來的時候 其實比較亮眼 那這邊我們是採用斜切式的方式 把你整個剪接線給拉了過來 那摺子的部分啊 我們這裡抓了三摺 那側邊一樣都是有摺子的部分 那你穿起來的時候 其實整個線條效果會比較棒 然後整個穿起來的時候 你的整個曲線都會比較出來 那除了這個界黃色以外 我們還有灰色系 那一樣你穿的時候 其實都可以拉單尖式的效果 這樣穿 然後或是說你覺得這邊太單調的話 你可以再搭配一個項鍊啊 首飾等等都可以 那除了灰色以外 我們還有出這個大地的可可色系 那其實這三個顏色 在秋冬的顏色比較不常見 那你穿出去的話 比較不怕被人家撞閃 那顏色也比較翹這樣子 比較容易成為珠穆的焦點 那我們今天就為大家介紹到這邊 如果有問題的話 可以上FB跟我們討論 謝謝掰掰